各位大家好,这里跟大家讨论一些知识上的心得 所谓ABCD,AD和BC是一回事 当然这就是一般的理解 BBC就是耶稣前 AD不是耶稣死后 Aafter the death 来自一个拜丁文叫Anno Dominic 这个意思就是耶稣在生之列 这就变成一个重要纪元 但是这个重要纪元不是在耶稣出生后使用 原来是会有一段历史的 我们只要想法有什么事 一般我们就说 这个是BC 这个是AD 现在我们一般就用AD 但是 BC,AD 甚至乎 解读为一个所谓欧洲世界的霸权 于是乎要消除这个奇异 我们不要用这个 于是乎就出了一个叫做CE 还有一个叫做BCE 我们叫做Common Era 这个叫做公元 公元 似乎我们用中文的时候 这个CE和BC 就多采用一点 OK 就不会说耶稣 所以 这个C 是成为一个所谓的认识上的知识分别 于是乎中文一般就说 公元 或公元前 现在是几年 但是一个重点就是说 这个 这个 的采立 这个历法的采立 是什么事 其实就是说 在我们 人类地球历史文化里面 有 多种不同的奇远 比如我们近来认识的 比如台湾 文国有多少年 用了多少年 咸丰年 咸丰就是十年 十一年 这些都是皇帝纪元 但是实际上 这些纪元 就不是中国历史独有的独立纪元 比如新海革命成功之后 就立即采立这个叫做皇帝纪元 继续这个皇帝的时间 去推出四千多年 中华文明四千多年历史 实际上这个缘于就是说公元325年 起始有一个历法计算的问题 这个就是说 因为当时 中世纪的欧洲 要纪念这个 天主教 要纪念这个复活节 于是乎 有一个叫做尼西亚城 当时就要决定 那个复活节 是如何走出来的 通常就是 当时已经有所谓一星期七日的制度 而这个复活节的计算 就是要在春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 就当它为复活节 于是这个计算 就出现了一种所谓的历法的计算 于是乎有所谓叫做Easter Table 就是因为这个Easter Table 是源于这个城市 需要去计算出来 于是乎就是所谓的力复活节算表 的做法 而去到这个公元525年的时候 就是有个修士 英文名叫做迪奥利修斯 伊希格斯 于是乎这个名字就是Dennis 出现了 OK 在这个小司提亚城 引入了这个所谓 叫做 Annodomini 的计算 就是用耶稣出生 但是这个历史清楚的认知 就有近年有一份论文在2002年起始 去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之后大学的一位学者 就由他在学术上去尋找 透过他在一个学术期刊的论文 的发表已经是20年前 这个 就体动了我们对 这个历法的计算认知 当然不是表示这个学术论文 完成之后 这个知识的尋找 就此终结 而变成了一些新的不同的争论 就是说 今时今日 就算我们有这个公元历法也好 有这个公历也好 虽然是一个这样的历史 变成一个彩立 愿意彩立 变成一个今时今日 基本上世界公形的公元历法 的common era 但是这个common era 本身就不是一个common 如果是争论 还是继续之中 甚至乎是计算出来 彩立的AD1 年 根本上天那年 就不是耶稣出生 耶稣出生 可能在历史学上尋找 可能还要迟4年 AD4才是 也没有一个叫0年1 这个兴趣 值得大家探究 当然 你是可以透过不同的资料去 清楚掌握 比较多些 关于这方面的知识争 究竟在哪里 就不是表示 所提供的资料是一个定夺 多谢大家